这一条影片想跟大家讲解中文科阅读理解的阅读策略和答题技巧 首先,想教大家收到文章的时候 第一,要看一看文章的题目 这次我们的影片会用录礼的筹录记作为例子和大家讲解 我们的题目,筹录记 首先,我们看到记者已经知道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记述一些事情 技术是什么事情? 筹录 我们知道它是想困住一些绿色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这篇题目,已经可以大概思考到 作者就是想记述为何它要困住一些绿色 好了,就落到正式答题的部分 我知道很多同学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都会先看完一次篇文章 然后才落到答题部分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了一次篇文章 其实你转过头,你已经不太记得了内容 你每次去答题 你又要回去那篇文章再看一次 然后每次答题再看 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我建议大家收到题目卷的时候 先看了题目 我们看了题目 就可以大概知道 等一会儿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要理解到这些重点 第二件事,当大家真的看题目的时候 要懂得去找题目的关键字眼 比如 他问的那件事情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又或者他是针对什么对象来问的 这些东西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因为如果你看错了 或者你没有留意到的话 整个题目就很容易答错 所以就要留意 例如 我们看一看这一题 我们现在去实践一下 第一题 他就说作者决定租住房间的时候 房间的模样是怎样的呢 这一题的关键字眼 就是决定租住房间的那一刻 而不是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房间变成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时间性 好,我们看完题目 现在就给30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第一段的内容 好了,这里我就真的当大家看了文章的内容 所以我就不会逐个逐个字 和大家一起看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文章 就说作者租住那间屋 有一个小圆窗 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 立即就知道A的答案是错的 然后他又说窗外长着常春藤 这里我们也可以立即知道B的答案是错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常春藤 是蔓延了入室内 但是他说是窗外长着 所以B的答案是错的 然后我们又看到 他说是有一片录影的 房间里面 这几幅图都是有录影的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先 在这里就没有说到那张桌 不要紧要 我们继续看下面 看看他有没有提及到那张桌 我也是给30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第二段的内容 有没有提及到那张桌 那张桌 好了 看回文章的内容 作者就说 当我在小房中安顿下来 我搬到小台子到原窗下 让我的面朝着墙壁和小窗 即是说他住了一段时间 他安顿下来 他就把桌子搬到原窗底下 咦?那是不是说C就是答案? 但是我们看回清楚 他是说在小房中安顿下来之后 但是题目问的是 决定租住房间的那一刻 所以其实C的答案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B 好 继续看下第二题 第二题我们先看一看题目 作者在第二段 为什么说怀念着绿色 在这里 题目的关键字眼就是 怀念着绿色的原因 好了 我在这里也是给30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第二段的内容 然后再和大家去解题 好 我们看这一段哪里有提及怀念着绿色呢? 那就是这里 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 为什么? 因为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 和荒漠的平原 然后作者继续说 我怀念着绿色 如同干绝的如盼着雨水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已经可以立即知道 作者因为不想再看着灰暗的都市的天空 和荒漠的平原 所以它是怀念着绿色的 那看回我们的选项呢 很明显 C就是最符合我们的答案了 就是作者厌倦了无生气的城市 所以怀念着绿色 好到下一题 那这一题呢 他就问 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 路是自然的颜色 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这里呢 我也是给大约15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第三段的原文 然后再和大家去答题 这一题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看看 他这一句 问的其实就是 第三段最后的这一句 那其实他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看回整段内容 那其实他这一段呢 作者就是想说 他在公寓的那个环境 生活了一段时间 作者呢 是了解到 恩喜和快乐的感受的 那所以他就说 人是在自然中成长 而绿是自然的颜色 所以其实作者呢 他就是想说 人是喜欢在绿色的环境之中生活的 那看回为什么其他选项是不对呢? 尤其是B和D 我们看到B和D 都是出现了必须这个词语的 那这个词语呢 其实是带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口文 或者语气 去讲出一些信息 那但是我们看回第三段呢 作者是没有这一种的口文 去带出信息的 那所以B和D呢 就不是答案了 那答案呢 就应该是C 刚刚就解释了的 好,继续下去下一题 我们先看看题目 作者为什么要囚住绿色的枝条 好了,那我们又是三十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文章的内容 然后再教大家去答题 好,那其实第四段呢 我们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作者他每一天都看着窗口上春藤的生长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作者好像真的非常之白无了賴 非常之得闲 好,继续看下去 那作者就是 为什么他要囚住绿色的枝条呢 他就说 因为作者想拿绿色来装饰简陋的房间 装饰过于低沉的心情 和用绿色来比喻冲笼的呆和幸福 借绿色来比喻以屈的年华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几个句子 我们已经可以立即把A和C的答案查了 剩下B和D B和D的答案是非常之相近的 苦门和无了 但是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苦门呢 当然他也是有包含了这个白无了賴的异味 但是重点就是在于苦 我们看到其实苦门是多了一层的烦恼 或者就是苦恼 有一种屈门在这里 而无了呢 就不一定有苦恼或者屈门 就真的纯粹觉得没工作 很空门 那我们看回这些降低了的句子 这些简陋的房间 过于低沉的心情 冲聋的爱 以屈的年华 那我们看到这些的形容词呢 其实都是比较有少少负面 低沉啊 以屈啊 简陋啊 那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呢 就是B 苦门了 好 继续下去下一题 作者为何觉得六支条 损害了他的自尊心 那我给20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文章内容先 接着再和大家去答题 好了 我们看回第五段的内容 那其实呢 重点就是在这里 作者就觉得植物呢 是不了解 作者对他的爱苦 对他的善意 那他对这件事呢 是觉得非常之不快的 因为他损害了 作者的自尊心 那所以在这里呢 答案呢 其实都非常之明显 就是C 就是他觉得那个六支条呢 是拒绝了作者照顾他的好意 好继续下一题 就问 作者的摩念是什么 那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摩念 摩念呢 其实是指邪恶的念头 简单来说 就是你明知那样东西 是不应该做的 或者你不应该有这个念头的 但是你的脑海呢 都是不受控地去想这件事 甚至想去做这件事 那这些就叫做摩念了 好 那我现在呢 都是大概给15至20秒的时间 给大家看完文 先跟着再跟大家去答题 好了 我们看完文的内容 那作者呢 那作者呢 就说他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过失 那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都可以立即知道 A的答案就是错的 因为作者 不是不能够原谅六支条的过失 他是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过失 好 继续看下去 作者呢 就说他脑露这个六支条的固质不亲意 咦 那C的答案是不是对呢 那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我们可以留意 脑露这个词语呢 是情绪 是他的感受 而不是邪恶的念头 好了 那所以同样地 D的答案都是不对的 因为热爱这个 都是他的感受 情绪 而不是邪恶的念头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知道 答案呢 就是B了 因为我们看到 原文内容 作者都有提及到 于是我刑够不防走他 魔念在我心中成长了 所以答案呢 就是明知道六支条衰弱 但是仍然不肯防他走 强留他在室内 好 那下一题 他就问 作者在本文使用了什么 的写作技巧 那这里呢 就是问写作技巧 首先呢 我和大家去看一看 这些选项 那什么叫做借物抒情呢 其实就是说 作者去借某一个的物件 是的 那这个物件可能是 勾起了作者的一些回忆 或者泛起了他心中的感受 所以就去借这个物件 去抒发作者的感情 而联想记忆呢 就是指作者 从A这个物件 或者一些事情 联想到B的一些物件 或者事情 好了 C 托物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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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借那个物件 但是呢 就不是书情了 是寄托自己一些远大的志向 或者抱负 好 最后D 容情入境 容情入境 容情入境呢 就是说着作者 将自己主观的感情 投射了下去客观的景物当中 那其实借物抒情和容情入境呢 是之前初中大胜课程的片 其实都有详细和大家讲解的 如果大家都觉得 不是很熟悉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可以看回那些片 去了解回的 好了 那这篇文章到底是用了什么写作技巧呢 我们看到其实他整篇文章 都是去写这一棵的常春藤 作者就是透过去技术 他和常春藤的相处 去带出自己对于绿色的怀念 和喜爱之情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说 他是用了借文抒情的写作技巧 好了 第八题 他就问绿囚子的是什么 那其实整篇文章就是刚刚我所说的 其实那个植物就是常春藤 所以答案也是A 那我相信这题就应该大家都掌握到的 就没什么特别 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呢 暂时就到这里 那跟大家做完一些题目呢 就想跟大家总结一些 阅读理解的答题技巧 那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大家去做一些多项选择题的时候呢 我在片头也有跟大家说的了 记得去找了题目的关键词 然后再去判断答案 千万不要弄错了题目问的东西 如果不然就很容易答错了 而另外一样东西呢 大家也可以使用排除法 那其实刚才我一路做 都有一路用排除法这个技巧 就是我们可以剔除了 哪些答案是一定不对的 那正低那个呢 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判断错误 那正低那个呢 就是正确的答案了 好了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当有时候他问及指定文句的意思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回那一句 出现在那一段的哪一个位置 然后再根据那一句的前后几句 就是上文下理 去判断它的完整的意思 好了 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特别去留意 含有感情色彩的字词或者句子 那因为很多时候呢 可能他都会问 作者在这里 其实他想抒发些什么感情 或者作者有些什么感受 那我们就可以特别去留意 一些感情色彩的字词 就是可能他是用 煲语词 还是扁语词 从而呢 就分析作者他想抒发的感情了 那这一条片呢 暂时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以上的 我 就算了 我们不想让你 可以做出这个练子 一条片 我可以做出这个练子 那种 我可以做出这个练子